北京田的特色就是 羽毛洁白 没有一丝杂色 肉质特别细的 然后特别的肥 怕糊糊的那种感觉 鸭齿根下面 哇 这里暗藏玄机啊 就两指的一个刀口 能把这个头发吹起来 这么大的气啊 这叫气泡 专门就给鸭子打气了 冲起来了 吹气球的感觉啊 对对对 那那个气不会从翅膀边上跑出来吗 我给它堵住了 我这一个手当不止 就给它堵住了 这个是没有冲气的 你看它的宽度 大概就是比一个手掌宽一点点 而这个是冲了气的 你看 两个手掌 就看着风满了就 风满了 对 这个词用的好 以前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用什么吹气啊 用嘴吹 我爷爷跟我讲的故事啊 刚吹头的时候 不知道 吹 这挺好啊 吹啊 一吹二吹 吹了鸭子鸭子以后 头晕了 蒙圈了 对对对 王阳师傅一家三代都是烤鸭师傅 对于烤鸭的要求和繁琐的工序 以及清香之味的独家秘方 都是祖辈传承下来的 吹气利于让皮肉分离 让鸭皮更加酥脆 以前的吹气考验废多亮 有了现代化设备的加入 吹气考验的是手法 第一步 把气管插到胸脯处皮和肉之间 第二步 手来掐住脖子 第三步 右手堵住翅膀下面的这个孔 对吧 对 第四步 折叠屁股堵住出气孔 三二一 给气 我天哪 我没堵住 是不是 你看这个胸脯前面 没吹好是吧 这个地方 起来了起来了 这怎么还得打它呀 捋一下 反正气息地捋一下 就上来了 现在用这个来做支撑 压伤的下部 就是支撑这个后边的脊柱 你给它顶到这个压胸脯 这个的一撑 它就会更加保 明白了 就是让它挺胸 对 就是挺胸 内部要用高亮杆撑起来 外部需要挂钩的加入 挂钩的位置很关键 要求不歪斜 压体垂直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烫皮了 让这个烤鸭的皮肤更细 就现在摸起来 这坑坑洼洼的 感觉到之前这长羽毛的 是吧 烫完了就没有了 没有了 上色 外牙汤水 这颜色也没上上去呀 这个让你 如果让你看出来 颜色上上去了 以后烤出来就是黑的了 烫皮是用废水 浇在整个鸭皮上 使鸭皮蛋白质凝固 皮肤紧致 烤制时均匀着色 挂糖色 是将蜂蜜与水 按照1比7的比例稀释 浇在鸭皮上 目的是使鸭皮烤熟后 呈现枣红色 增加鸭皮的酥脆度 接下来鸭子要在风里 吹8个小时 冷库里冻24小时 再风吹8小时 要成就一口酥脆 有果香的口感 当真不容易 瓦 里面 词7時 词7时 我们将冬子 词7时